字在人生大學堂 葉文輝 助你自在 自學 活出風誠人生 字在人生大學堂 葉文輝 字在人生大學堂 多謝大家收聽這個節目 也多謝大家收看這個節目 你們好 我是啤梨 葉文輝 除了我之外還有我身邊的這位嘉賓 就是精神科專科醫生 莊敬賢醫生 Hello 莊醫生 Hello 啤梨 大家好 你好 莊醫生出現的話就知道 跟精神健康很有關係 相信大家如果先前一直 都有支持我們這個節目的話 你都知道 認識多了精神健康方面的 相關的議題 也多謝大家的支持 但是可能你這次反而是第一次 偶然之間聽三機 或者偶然之間看到這條片 也要多謝你們 你們可以上網 聽或者看過去 我們都曾經講過很多不同的 topic 而今集 都算是我們整個系列來講 最後一個 topic 莊醫生 我們這個 topic 講什麼 我們講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 跟精神健康又有什麼關係 雖然我們的 topic 就是講全人的健康 你想想就是 我講了小孩兒童及青少年的精神狀況 也曾經講過 也講成年人的抑鬱、躁鬱、思覺失調等等 也講了長者的抑鬱 去到人生最後一步 一個圓滿 如何達致圓滿呢 亦都在我們臨床的工作上 都發覺原來如何面對死亡 或者是家人離世的哀傷 都是我們精神科的治療 或者是診斷的範疇來的 所以可以說一半是跟醫學有關 一半是跟人生原本的事情有關 也不是那麼多人去到談及 或者可能有時候大家都忽略了這一部份 是的 也有一點點秘技 雖然我們個個都講生老病死 是人生的必經階段 但是我們做醫生的 當然會遇到很多生死 所以我們都要看看怎樣可以在一個對死亡的人生的態度 怎樣去有一個圓滿的人生 亦都令到照顧者可以很能夠有力量去繼續生活 這是一個重要的一環來的 是的 剛才莊先生都講到 生老病死 而這麼多集裏面 在不同的過程 都有機會令到病人當時 他自己的情況 或者他照顧者的精神狀況 而我們今集講離世 死 我相信親人朋友情緒 一定是大家都幻想到 或者都曾經經歷過是很起伏的 這些都有機會有精神健康問題 都會有的 因為哀傷都會容易 有一般的哀傷 我們都知道可能會失眠一段時間 可能會很掛念當時人 過身的親人 會容易哭 沒什麼心機去見其他人 沒什麼心機去聊天 社交 而有部分會變成一個過度的哀傷的時候 亦都容易有伴隨抑鬱的症狀 所以我們都要留心 因為這一類型的抑鬱 可能會有幾個特別的狀況 例如有幻覺 會見到過身的家人 又或者會有一些很絕望的想法 都想跟著他去 我們俗語這樣說 這些都是我們要留意的事情 曾經我記得 莊醫生也說過 其實精神健康 很多時候都在醫學角度 檢查到腦子發生一些問題 但剛才說到一個人傷心 會不會有些情況是傷心到 那一下收到這個消息 那一下就令到整個腦有問題 然後就變成了環有相關的精神健康的事情 我想如果遇到一些大的壓力事件 親人離世固然會有很大的打擊 而我們是有方法去做到心理鋪排 怎樣去幫助那個家人去面對 所以呢 我想最重要的是 我們去到這麼一刻 其實很多長者都會跟我說 其實他們都有心理準備 其實就 還有我知道也都有一些信仰機構 宗教機構 也都會有一些哀傷的輔導服務 所以我們都可以遇到這個不開心的狀況 都可以找到一些多方面的支援 包括是心理上 社區的支援上面 又或者是靈性上的支援 剛才你說到有些長者 可能他自己都有定一個心理準備 那同樣地可能有一些的長者 他們是接受不到自己有相關的 可能當他是因為一路病 重病 長期病患者 他接受不到的話 又同樣會影響到很多心理上的問題 也是的 還有那位仍然在生 那位長者 他身邊的家人 他們的照顧者都會很大壓力 因為我都遇過一些個案 譬如說可能是老伴過身 另外仍然在世那一半 其實那些子女都很擔心他的 又要經常叫他 看看他有沒有悶親 又要什麼時候 尤其是開頭的時候都怕他做傻事 又要經常看著他 所以照顧身邊的人 即身邊的人去照顧他 其實都幾迷惘的 在這些時候 但我聽到如果真的有些情況 我會問一下有沒有事 關心他 這種愛我們又很需要保存 即是我們人與人之間的愛 是的 各個關心很重要 而且遇到一個哀傷的事件 親人離世 可能他們最親的親人都已經很苦惱 已經很不開心 很多時候我會建議大家 未必要問一下他 未必要問得很詳細 他什麼事過世 你現在怎樣 可能簡單而直接 有沒有事要幫忙 有沒有事要幫忙 如果對方告訴你 我想你陪我多些 又或者我很怕孤零零 一個人在一間屋 有沒有什麼安排 即是讓對方都留意一下 其實有什麼需要 大家多些去 即當他講得出來的時候 大家去努力去支援去 support 是的 這些情況 我都覺得是的 適當的用詞都很重要 譬如剛才莊醫生說 有沒有事要幫忙 其實這句說話 是很恰當的 是的 實際幫到手 真的有時候人 我都明白 這些生到病死去到死這一刻 我們是有些秘技 傳統一些 或者大家未必有很多經驗 有些人可能不是他的心想說錯話 而他真的說錯話 就可能加傷了那個人的心 是的 因為有時候 他們一些在生的親人 他們都說 很多人來問長問短 其實都很煩的 原來他們這樣說 所以他又知道大家都出於關心 沒錯 沒錯 所以怎樣去有效的 實在幫得到他們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剛才我都說過 其實有一些信仰的宗教的團體 和機構 都是有這些哀傷的支援服務的 所以如果本身那個案主 即是在生的位 又或者過生的位 如果他本身都有信仰的背景的話 也可以提供一些情緒方面 或者實際的支援都未定的 今集很有趣 莊醫生你帶了一些東西在桌上 我就會盡量形容給聽眾聽 看畫面的人就會看到 是什麼來的呢 你發覺有很多的小豬 很多寸豬 很多食物 好像這樣 是的 我們在說身心寫靈的健康 傳人的健康 身心寫靈 靈就是靈性的方面 英文就是spirituality 其實很多人一想 靈性方面 會不會跟宗教信仰有關呢 其實可以是可以不是的 我講了一個具體一點的 因為這個靈性的健康 是一個比較抽象的題目 其實 然而我怎樣去具體化呢 我今天就舉了少少例子 就是有一些市民 怎樣透過信仰幫助自己去面對死亡 那不如我可不可以拿起呢 可以啊 那比如說作樣看吧 因為這樣說 我都介紹一下 那這些小豬 其實是什麼 是念珠來的 我這裡有三種不同的念珠 那我可以和你分享一下 那這一串念珠 就叫做玫瑰念珠 就是屬於天主教那方面 因為他們有一個傳統 有一種祈禱的方式 就是不斷重複念聖母經 或者其他的經文 就是達到一個祈禱的效果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有些公公婆婆 拿著這個念珠 嘴嘴嘴的在那裏念一些東西 大家不需要覺得奇怪 其實這是他們的祈禱方式 明白 有一些長者 他們很喜歡拿著它 帶著它 我們都知道這個 就是反映他的信仰、信念 和他對人生的終結的看法 哦 ok 然後這一個 其實是佛珠 佛珠 佛珠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 咦咪色又是差不多 是的 力高一點給大家看 這個是佛珠 是的 其實佛珠 雖然大家都會 我看到很多香港人都會帶一兩寸 是的 可能有些人是因為裝飾 有些人是因為宗教信仰 是的 其實一些的信念 我會這樣看 有一些如果真是學佛那些 可能都會用這些珠來念一些經 是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心靈的支持 其實都可以 是 另外就是 這裡有一串閃亮亮的 好像水晶那樣的東西 是的 其實這串是水晶 水晶 我也想說回 我們中國的民間宗教 也都會對於一些大自然的物件 都有一些崇敬之情 在香港我的觀察 就看到 都有不少人 例如一些石頭 一些寶石 或者水晶 是會有個興趣 是的 在街上我看到很多水晶舖 是的 其實這些都是有一個 靈性的範疇的元素 另外我這裡有一個十字架 這個十字架 沒有耶穌基督虎像 這個就是有的 那個分別就是 有些說法就是 如果沒有耶穌基督虎像 這個就是屬於基督教 哦 天主教通常都有一個耶穌基督 哦 所以為什麼我都會和大家分享 這些小小的物件呢 希望大家可以從一個 貼地一點 日常生活一點的角度來看 其實 信仰或者靈性的支持 其實在我們身邊不同的人 心裏面 都是存在著在 所以我們當面對生死的時候 我們可能 就算大家的信仰未必相同 但是 看到對方 都有他的信仰背後的理念 那份 善心 慈悲心 那份愛心 希望大家在臨終的時候 互相的支持 那個關懷可以更加的到位 是啊 剛才你莊醫生說到 他們有些老人家 可能拿著去念一些東西 或者擺一些掌心的時候 我都幻想到那個畫面 其實很平靜 那份平安 平安 那個安心 其實對於一個人的心靈健康 其實就是需要這樣 是啊 不單止對個人的心靈健康 還有正如你所說 你作為一個旁觀者 你在身邊見到他這一份平安 我相信你都會安心很多 都真的 所以 在這個不同的宗教 當然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 你如果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那個宗教可以幫助到你 平復到你的憂慮 其實都是健康的 都是一個幫助來的 因為甚至我們現代說健康 這一點 並不是說沒有病就叫健康 我們世衛現在都擴闊著 一個人的健康 是一個很多方面的健康 不單止身體的健康 心理上健康 另外就是我們和人的聯繫 在社會的角色如何自處 社交方面也要健康 另外就是靈性方面要健康 靈性方面正如我所說 不一定是說有什麼特別的信仰 因為其實 當我們一個人作為一個人 人就是萬物之靈 就是這個靈 我們人是會想生死的 動物也不會想生死 所以我們人本身 其中一個靈性上的理智想法 就是如何在生死的議題上 去超越圓滿的人生 達到人生的彼岸 這個都是很多人 不單止是華人的 其實全球的人 都有這個幅度 有一個靈性的幅度 所以為什麼我們經常說 身心靈或者身心社靈的健康 都是重要的就是這個原因 難怪的 所以我們在醫院那裏 有時都會見到有相關的一些 宗教人士 宗教人士 還有可能在某一些情況下 可能醫院會安排相關的宗教人士去輔助 是的 你說得很對 其實在香港的各大醫院 是有軟木部的 CHAPLIN SERVICE 軟木部 不要以為軟木一定只有一個宗教的服務 不是的 其實是有不同的宗教網絡聯繫得到的 所以有時如果那個 院友也好 或者是各個家人 需要找一些有信仰的人士去跟他談談一下 亦都可以和醫院的職員去聯絡 他們都可以轉介告訴你 我們的軟木部在哪裏 你怎樣去找他們 莊醫生 其實你做醫生都很有經驗 亦都接觸過不同類型的病人 因為你是精神科專科醫生 是不是相對地 接觸到病人離世的機會是少一些的 其實都不是的 因為我們醫生未做專科醫生之前 我們都有一些受訓的階段 我記得當時我還在做實習醫生 其中一個半夜要起床的任務 就是因為有些病人真的過世 就要醫生去簽那個死亡的紀錄 即是醫生簽了就是Certifate Certifate 當然醫學上是有一些程序要做的 要確定他真的過世了 然後在文件那裏要做一些Documentation 當年我試過有個經歷 就是我知道護士就叫我 莊醫生過來 有個病人PASS AWAY 然後我就上去 看到那個長者 其實年紀真的很大 應該都九字頭以上 其實他已經很平安地躺在那裏 很平靜的 另外就是 因為醫院的護士很好 他們會幫忙清潔 希望有一個很平安的清潔的狀況 我過去做了一些評估 然後我做一做一做 就突然間聽到一些聲音 原來那位病人 他有一個拿磨機 即是念經 那些機 那些機 一直開著 那個病人放在自己的床附近 是的 他或者是家人 或者是家人 我以前不知道是什麼 突然間有聲音 很害怕的 那時候真的很年輕 但是後來我發覺 我人越大 越看到這些狀況 我發覺 回想起來 其實我覺得整件事 是很漂亮的一件事 因為那些拿磨機 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們的信仰 就是有一些機 一直念著經 可以陪他很平安 很安然地去極樂世界 所以原來是一個祝福 一點都不恐怖 所以經過那次之後 我突然間發覺 其實我們醫生 真的面對病人 難免 可能最後大家都要走這一步 真的要離世 但怎樣去平安 安然去面對 超越人生 令到人生的圓滿 怎樣去圓滿 不單止當時人的圓滿 他的家人 也都可以有一個 很平安的過程 去接納他的離世 其實這個 不單止對個人來說 其實對社會來說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氛圍來的 是啊 還有提醒了我們對 每一個人 他們自己的喜好 信仰 各方面 都有多些的包容 和空間 給他們 是啊 我也鼓勵大家多些認識 認識一下無防 好像那次 我才知道 原來有得播機 我以為念經 只有人口唸 原來有得播機 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有趣 讓我又了解了 原來這個 又會幫到 有某些信念的病人 我又想 趁著這個時候 問一問 狀醫生 基言 今天講到一個人 離開了 死亡了 其實你又接觸過病人死亡 你亦都 有很多其他的病人 就找你醫治 這樣 對於一些在生的人 可能現在在看我們 聽我們 你又怎樣看現在在生的人 其實始終都會面對死亡 在精神健康的角度 應該怎樣去拿捏 或者有什麼感受 想和大家分享 我會看回 其實每一個人 真的 我們每一個人 各自都有 對生死都有一些想法 是的 那很多時候 我們為什麼會特別 在死亡 或者臨近死亡 那個 那個靈性或者信仰 就更加突顯重要 就是因為 始終我們 是面對一個 未知 就是沒有人知道 死了之後會怎樣 其實是一個 uncertainty 是一個不確定性 其實不確定性 就一定會 難免會 會令人產生一些 焦慮 和擔憂 有些 基本上 我們現在 香港 常有的 市民的信仰 其實都 會給大家 一個啟示 就是 人生的 其實 死亡不是終結 其實死亡是 下半場 就是那個 下半場是怎樣 有些人就說 去天堂 又 回天家 有些人就說 去極樂世界 有些信念 就是和大自然融合 人死了之後 就和大自然融合 融為一體 又是另一種看法 無論是什麼看法都好 我相信都會 令到大家 是有一份 安穩的 場合的感覺 還有當面對 人生的盡頭 我都鼓勵大家 多一些 表達愛意 是 在生 是的 在生的時候 要愛得及時 其實就是 平時都 多一些 溝通 關懷 還有 我都看到 很明白 很多時候 去到人生最後的時候 無論是當時人 或者照顧者 都會辛苦 是的 其實身體上的辛苦 固然有 例如氣速 或者癌症的疼痛 都會引致很多的情緒 照顧者固然辛苦 因為他們有很多責任 其實那一下 身邊的人有很多責任 要處理 所以都會有勞累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 希望有一個同理心 如果大家看到 有人在照顧一些 重病的病人 我們都不妨看看 又是有什麼幫忙 又或者多點看看 有什麼 他們需要的支援 是什麼 另外就是 那個 心理準備 其實始終都是 有心理準備 比沒有好 絕對是 所以如果突發的離世 有時候都難以預計 如果是因為病 而過世 那些 我們都會鼓勵大家都把握時間 其實都 每一天都 其實難保 會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 所以每一天 我們都會好好珍惜 還有沒有必要的爭拗 沒有必要的仇恨 盡早就可以放下 處理了它 和莊醫生做了很多集的 自助人生大學堂 真的要非常感激莊醫生的出現 不用客氣 因為其實這次我們這個題目 是叫認識精神健康 有精神科專科醫生在這裡 陪著我們 去探討不同的題目 雖然我們這一部分 已經是最後一部分 但是都可以 跟大家 提到我們過往有什麼集數 令到大家可以 找回不同的集數 我相信 一定是有很多的得著 例如 第一集 我們曾經說過 精神健康和疾病的關係 莊醫生亦都分享了很多 當中的細節 又講到精神疾病的診斷 又例如有些集數 又講到壓力和創傷 精神健康其實 很麻煩 它不出現很好 好像不關自己的事 亦都不理它 但是萬一出現 哇很煩惱 是呀 都是令人手足無措 不知怎麽算 簡單來說 真的不知怎麽算 所以 都曾經在節目上 都講過很多次 其實是可以處理得到 你就找醫生 醫生就是醫病 是啊 是啊 我也很強調 譬如說 我們講那個 精神疾病診斷 是啊 記住診斷是醫生診斷 千萬不要自己診斷 是啊 自己猜一下猜一下的話 猜得對 就固然恭喜你 但是如果猜得不對 就可能會忽略了病情 會影響跟當事人相處的關係 也會引致很多的誤解 所以其實那個診斷是重要的 還有真的要留給專科醫生去做 還有我作為一個 和大家一樣 我們普通市民 我聽到醫生說 給醫生診斷 其實 簡直是有一個調和的作用 在家庭裏面 不用你又誤會 你身邊的家人 她的性格是怎樣 她的人是怎樣 出發怎樣 原來當醫生說出來 是一個病的時候 你發現 你一直的磨擦和 你之間的那種誤解 是不必要的 是啊 是不必要的 是啊 突然是茅塞遁開的 那些病人這樣說給我聽 真的啊 是啊 譬如說有個太太 她說我老公發脾氣 發了這麼多年 每天黑臉 原來是有一些精神情緒狀況 引致是這樣的 接著太太就說 原來是這樣的 其實幾十年的恩怨 都可以沒有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原來怪錯了對方 其實大家都是愛對方的 是啊 大家都是很想一起同行的 在一個婚姻裏面 在一個家庭建立那裏 而真的有一些精神狀況 因為是腦子的問題 是看不出來的 記住很多時候是看不出來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那個精神科 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們很長氣的 精神科醫生 是要問很多事情 就是這樣的 因為很多事情在裏面 我們腦子要去認識 去認識那個腦子 很多時候病人問我 有沒有照的 照不照得到 照一些scan 其實真的很多照不到 就是靠我們精神科醫生 那個問證 那個交談 去做一個分析 我們也曾經有些雜數 說到飲食的障礙 或者是對某些事情的恐懼 甚至乎是有些雜數說成癮 我記得莊醫生也說過 有些就是因為一個腦部 或者心理的障礙 有些是真是毒品的問題 是的 所以我們都很強調 就是有個健康的生活 成癮行為 我們常見的那些可能是 煙癮、走癮、買東西的 shopping癮 或者有些人是賭博成癮 上網 叫做所謂的上網成癮 上網成癮 而且是儲物 我記得你有一天 有個代表說儲物成癮 那個叫什麼 是囤積症 是的 都是一些成癮的行為 所以其實 種種、淋淋種種的行為 去到我們精神科、專科 做一個評估和分析 又是另一個故事 我想說 所以其實不是說 大家看到 日常生活看到很多人同事 很多時候就說 有沒有搞錯 這麼離譜的 但原來去到我那裡 大家就會知道 原來有些什麼前因後果 也可以知道怎樣去做 可能是要治療 可能是要支援 這就是我們醫生的角色 我作為醫生的角色 當然 其實我們這個系列有13集 包括今集有13集的 topic 大家一定要上網去分享 或者看 對自己或者對家人 特別是對家人 因為自己了解多了 就少了對對方的誤會 你身邊的人就更幸福 是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細心留意 其實這麼多集 我都很強調再說多一點 照顧者的角色 因為其實身邊的人 家人 又或者是另一半 男女朋友 或者是 其實我們最直接去接觸的 其實真的是親人 那個角色 那個角力 是會很重要的 如果不清楚了解的話 那個角力的壓力 真的令到大家都很勞累 是耐耗得很重要 在家庭裏面 是 去到這一集 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一直都想問的 我去到最後最後的時候 才問回莊醫生 其實為什麼當時 你要選擇精神科 作為你的專科呢 你問到這些問題 是的 其實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其實我原本是做家庭醫生的 當年我畢業的時候 我覺得那種家庭 因為我是很家庭的人 家庭觀念很重 因為我家庭有很多兄弟姊妹 六個兄弟姊妹 所以其實我覺得家庭是很重要的 所以家庭 我以前在醫學院的訓練 我那時候去看家庭醫生 去跟家庭醫生看症 我覺得很驚訝 為什麼醫生和病人和家人的關係 是可以這麼好的呢 我記得有一個教授已經過世了 是家庭醫學的教授 他當時請了一個很困擾 當年很困擾 但是隨著一個家庭醫生的悉心照顧 是多角度去幫他 他最後真的開心很多 那個教授找那個病人來分享 是他自己的病人 我們每個同學都不太留心 困擾是百多人一個康 但是到了最後 那個病人 講了他的病情 講了治療的過程 臨到下課之前 他突然間搶麥 他說 那位同學你們很有福 你們可以跟到這位教授這位醫生 他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醫生 所以我們突然間 那一刻我們全場的醫學生突然醒了 我們未見過一個病人 這樣去欣賞一個醫生 這麼欣賞一個醫生 而且那個醫生的角色 原來真的可以很重要 所以我自己 之前做過一段時間的家庭醫生 就是不斷體會到這個醫患關係 那個重要性 還有那個家人的重要性 還有我們醫病人 真的不是說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真的是一個全人去看的時候 他的家裡的狀況都是很重要的 然後如是者 我去到一個狀況就是 有越來越多病人跟我談情緒問題 這一下我就突然間覺得這麼有趣 原來可能我自己的 我的consultation style 又或者我對病人和家人的溝通 可能他們覺得比較幫到他 所以就多了一些人來跟我 找我去看情緒病 於是我就開始想 如果這樣的話 要真是醫情水病 這裏是最貼的 最徹底的話 一定是要辛苦一些 就要去一個專科訓練 所以我就去醫管局那裏去投考 又要去經過interview 後來就收了我做一個精神科的專科訓練的醫生 接著就經過很多年的訓練 那就成為現在的專科醫生了 嘩 聽到都覺得很有使命感 還有莊醫生是一個很用心的醫生 我也想說 對著鏡頭說 各位莊醫生的病人 或者莊醫生照顧過你們的人 你們都很幸福 因為一個醫生除了有專業的知識之外 再加上一個出心都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相信很多醫護人員 都很用心去照顧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 我們都要明白 我們同理心 其實經常都說 很多時候 有時候醫生都有很多想法 其實很想幫病人 而病人怎樣接收 又或者家屬怎樣接收這些想法 這也是一個溝通很重要的環節 在這裏真的要再一次多謝莊醫生 和我們做了這13集的 認識精神健康的主題 希望有機會在不同的場合 或者有不同的節目 再有機會和莊醫生去聊天 Thank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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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在人生大學堂 自在人生大學堂